Hello大家好 我是摩托货 下电影《春风时里全是你的坎哥》 今天坎哥给大家介绍一部 两个不同的家庭因为抱错孩子 引发风波的电影《如父如子》 在大城市生活的梁多和妻子绿 两人育有一个聪明可爱乖巧的儿子庆多 梁多对儿子的要求很严格 希望他像自己一样优秀 尽管事业有成的梁多平时工作很忙 很少能抽出时间陪伴妻儿 但这样的生活中也处处透露着幸福 没想到平淡又充实的生活 却被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了 突然有一天 庆多出生的医院打来一通电话 告知梁多和绿 庆多不是他们的儿子 而是乡下一家电器店老板 熊大和尤加利的 而熊大的孩子留情才是自己的骨肉 两家人在孩子出生时 误报走了对方的孩子 梁多带着儿子到医院进行了亲子鉴定 结果显示 两人真的不是亲生父子 面对朝夕 预养的这个孩子和自己的亲生骨肉 梁多和绿站在这交叉路口 不知该如何抉择 两人痛苦万分 但是在庆多面前 他们仍然努力保持着平常的样子 不久之后他们见到了当年 抱错自己孩子的熊大一家 跟梁多一家不同的是 熊大和妻子 由加利的生活有些窘迫 且初次见面 满嘴都在商量着该如何让医院赔偿 这让梁多非常看不上 但面对生与养的复杂变故 两家人只能试着接受 他们开始交换孩子到对方家庭居住 让孩子融入对方生活 可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和生长环境的不同 双方都有很大的困扰 就这样陆陆续续交换半年 两家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 但梁多既不想送走养育多年的庆多 又想接回自己的孩子 于是梁多趁着一次吃饭的机会 提出给熊大一家钱 条件是让刘晴和庆多与自己生活 听完梁多的想法后 熊大很愤怒 他认为梁多只是一个会用钱解决问题的人 对于孩子并没有更多的关心 两家人不欢而散 确实在梁多的家族观念中就是这样 他的父亲认为血缘关系大于一切 再次见面已经是在法庭上 当初将两个孩子抱错的护士 坦白当时自己抱错孩子并非无心 而是因为极度率的幸福生活 且当时他跟自家妻子的关系不好 所以故意将两家的孩子调包 让两个家庭体会一下 他成为妻母的心情 如今他和妻子关系还不错 在梁辛的谴责下 他选择过来说出事情 法庭风波过后 梁多愤怒之余 想起自己与妻母的不和谐关系 选择了在暑假与熊大交换孩子 可当亲生儿子回到家后 一切都不像梁多所想 刘晴根本不服从梁多的管教 他身上的一切都有熊大一家的影子 与这座大城市 这个家显得格格不入 受到梁多的斥责后 刘晴还离家出走 回到养父母家 任凭前来寻找的梁多呼喊 也不愿意跟他回家 最后还是在熊大的劝说下流行 才跟着梁多回家 而庆多在进入熊大家之后 自由自在生活得很开心 这种简单水性的日子 让一家人更为亲近 但是庆多还是十分思念绿 会在半夜偷偷给绿打电话 一天梁多的律师朋友 交给他一封信 里面是护士的道歉信和致歉费 梁多认为都是因为护士 他的家庭才会变成如今的模样 气愤的他登门拜访 退回了那封信 言语中带着讥讽 此时护士的妻子 不愿母亲继续遭受他人谴责冲出来了 将护士护在身后 看着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产生了至亲的感情 梁多开始反思 随后甚至给予自己关系不好的 继母打了电话表示感谢 之后梁多试着做出改变 给予家人更多的陪伴 三人关系越来越融洽 可刘晴还是思念着养父母 他想回去 梁多和妻子听到这句话后 心情难以言表 隔天梁多在给家人拍照片时 无意中看到庆多之前 为自己和妻子拍摄的照片 他哭了 在这一刻 他意识到与庆多长期相伴 激奠下来的心情 早已超越血缘关系 梁多带着妻子和刘晴 来到了熊大家 可庆多看到他之后 便转身离开 梁多追了上去 但任凭他呼喊 庆多也没有停下脚步 梁多知道自己肤浅的想法 已经伤害到庆多 他对着庆多的背影 大声道歉 终于在两路插路口 庆多原谅了梁多 父子俩的拥抱温情 却又不煽情 天黑后他们才回到熊大家 两家人其乐融融 十月太恩重 三生报答清 孝顺礼当然 不孝不如琴 亲情与生俱有 源于血缘 但又不幼于血缘 血缘关系的确珍重 但朝夕相处的陪伴 也不是随便可以替代的 即便有血缘关系 要想彼此之间产生感情 也需要日常的陪伴 长久的呵护 无时无刻的温暖去培养 好了本期推荐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坎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